这不就是锁吗 余进海他们家饭店的锁 这咋给锯了 锁盐也堵了 进小偷了 小偷给锯开了 你说这小偷也够有意思的 这锁都给锯开了 还把这锁盐给堵上了 你说这干嘛呢 太奇怪了 丢啥了呀 丢了不少酒 还有些其他的东西 加在一起三千多块钱啊 你愁我干啥呀 这不是我干的啊 真不是你 真不是我 那我就放心了 靖豪啊 你现在可以去村委会调监控了 查到人以后马上报警了 主任 他那饭馆安监控了 不是他饭店的监控 村委会的监控 那摄像头正好对着他们家饭店门口 肯定能发现那个 翘锁拘锁的人 你别闹了 我从那儿走我都没瞅间 你才回来几天哪 那个主任 就是 堵锁眼犯法吗 堵锁眼不犯法 但你翘锁偷东西这可就犯法了 警察抓了直接判刑啊 那个主任 我我我我 我帮你分析分析啊 我觉得这个 拒锁 跟你堵锁眼 是两个人干的 就俩人干的那叫同伙 都有刑事责任哪 违法哪都是 没事 不是你就行了 我一开始啊还以为是你 跟这两口子闹着玩呢 行了我走了 那主任等会儿 那就是我跟他们闹着玩呢 谢谢啊 余震 你干脆辞职跟我干得了 我雇你给我当秘书 你咋想那么美呢 那你干副总经理也行 我在村委会干得好好的 我哪儿都不去 他车厢前就这么折腾 你们村委会有一个算一个 早晚会被他连累的 如果水泥厂 真像车厢前说的那样 怎么办 如果真像车厢前说那样 不用他来关 我自己主动就关 这可是你说的 我说的 我们水泥厂 所有的手续都是齐全的 完全是合法精英 这不是故意找我的茬吗 好吗 好吗